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 在展现繁华揭示的背后 暗藏了怎样的玄机 在这幅画表现繁荣的背后 揭示了本宋当时的种种的社会危机 《清明上河图》的俯瞰图什么样 通过俯瞰图 我们还能看到哪些未解的谜团 这个地方是表现的这幅画 矛盾的一个高峰 《清明上河图》描述的时节 到底是清明还是夏至 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面 确实看到有很多人手里拿着这个蛋 《清明上河图》究竟会于何时 张泽端为什么要画《清明上河图》 他在画中表现的内容 做事外也体现了张泽端 对社会的一种高度的责任 张泽端如何成为画家 除了《清明上河图》 他还有哪些作品流传下来 像是《评论图画记》里面 注入了当初端两件作品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 历时七年研究 以全新的视角解读《清明上河图》 余辉解密《清明上河图》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收看这期的《文明之旅》 说到中国古代的著名书画 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北宋张泽端画的《清明上河图》 在这幅画作《面世之后的千百年的时间》里 不同的人收藏欣赏品读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投下了不同的投影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专家 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 他致力于研究这幅《清明上河图》 而从他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您完全从来没有见过的《清明上河图》 来 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先生 扎上有请 你好 余辉先生 欢迎坐下《文明之旅》 我相信对于《清明上河图》 观众朋友们并不陌生 那么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通过大屏幕 来走进这幅旷世之作《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它是由北宋画家张泽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 《清明上河图》长528厘米 宽24.8厘米 在这幅罕见的长卷里 作者张泽端共绘制了810多位各色人物 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 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 全篇人物众多 场面巨大 结构严整 在中国乃至世纪的绘画史上 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 这件传世节奏的命运 却也极其坎坷 《清明上河图》最先由宋徽宗收藏于北宋宫廷 后因战乱和朝代的更迭 这幅名画曾历经四次被盗 又先后五次入宫 1924年 当时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 再次将《清明上河图》盗出 带到东北 幸运的是 解放后 在东北收集流散文物的时候 人们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1955年 辽宁省博物馆将画作转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此 《清明上河图》被永久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继续着他的传奇 那在你们的眼中 在这幅图当中 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告诉我 我觉得描绘了就是在北宋时期 然后在街上 人们都那个 就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好 比较繁荣 他画得非常仔细 然后让我有一张 非常像跑到里面 就是跟他们过 就是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然后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很多观众朋友 都是给我们一个同样的答案 就是繁华 就是大家都认同那个答案 那于慧先生 您研究这幅画作 已经研究了七年了 在您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 也是繁华吗 我最先的感觉呢 也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一样 也是感到的里面的这个 繁华 生活的富足 社会的平安 那么随着我对这幅画的研究 越来越细致 时间越来越长 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越来越多 就发现了 在这幅画表现繁荣的背后 揭示了 北宋当时的种种的社会危机 和许多的社会问题 从哪几个地方能看到危机的呈现 这个是打开清明上和图的 开手的一部分 我们就发现呢 有一队这个到郊外踏青的官家的队伍 在这次官家的队伍呢 里面呢 跑出了一匹白马 这个白马呢 现在呢只保存了 后半身 前面一半截呢 给破损了 是在明朝以前 这是一匹受惊的白马 从这个马的身上的安配来看呢 他应该是一匹官马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长者 赶紧把他的这个小孙子 招呼回家里来 怕让马这个踩了 然后前面一个老人呢 要赶紧闪到边上去了 那么再往远处呢 那里有一头受惊的毛驴 然后在毛驴的后面呢 就是一家茶室 好 我们再往前看 这个场景 本来是做什么的用的呢 根据东京梦华路的记载啊 在开封城里呢 它有很多地方呢 建了高台 是用砖砌的 这种高台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叫望火楼 是观察火情的 开封那个时候呢 因为房屋的建筑呢 多数都是木制结构的 所以呢 非常注重消防 那么周夜多有人 在这个望火楼上面职守 那么下面呢 就是消防兵 他们这个职守的地方 要住好几十人呢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 这个望火楼啊 没有人在职守 都哪去了呢 他们说到哪去了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 这是酒馆啊 一桶一桶的是酒吗 这个是酒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这里 这个检查武器 为什么检查武器呢 他们要把这些酒桶啊运走 那么途中呢 怕遇到像梁山坡 好汉那样的人打劫 所以他们在出行之前 要好好地检查一下武器 在当时北宋的军队呢 他是允许他们做点生意 士兵可以做生意的 可以做些买卖 是吧 贴补他们的一些费用 那么这士兵呢 这个就在运送这些酒桶 也可能呢 跟生意有关系 也可能是因为过节需要 反正在酒的面前 他们特别来精神 有望火楼上 没有一个士兵和官员在指手 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个之后的不久 宣河年间 宋徽宗的宫里面就着了次大火 烧了五千多间房子 好再往下看 我们过去呢 在介绍清明上河图的时候 都会说到 这个里面啊 有很多的船 是吧 这个船呢 都是朝船 运了很多的粮食 到了汴京城里来 那么 我们会忽略一个问题 这些船 它不是官家的粮船 我看了一下 全部都是私家的 为什么说算是私船呢 没有一个政府官员 在那里指手 那么我们看看别的例子 这是一幅北宋初期的 一幅义民的 这个砸口盘车图卷 那么反而是 在有粮食出现的场合 都有官员在那里督导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私船进来呢 就是在丛林年间初期啊 这个宋徽宗呢 决定把过去用来运 这个粮食的这些官船呢 改运什么呢 改运他的这个花石缸 私下粮船就纷纷涌入汴京 那当时社会的粮价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粮价的水平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开始上涨了 这是最著名的 在桥上 人们争夺一艘大船过桥的场景 过去呢我们都是看啊 这个是很多船工在那里齐心协力啊 这与这个风浪搏斗要渡过桥底下的这档河 那么这个问题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个地方是表现的这幅画 矛盾的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呢 就是一起即将发生的 船与桥相撞的交通事故 但是从这个事态来看呢 这个事故呢 慢慢会被抑制住 那么这个事故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看下一幅图 这是因为那几个嵌夫 把这个船呢 拉到了这个桥跟前 按理他们应该在距离 桥一定距离的时候 停止拉嵌 要求停船 把这个船的围杆放下来 那么这几个嵌夫走了什么 一直把船呢 拉到了桥的跟前 那么这个围杆呢 还在立着 对 就要撞上这个桥的栏杆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被桥上的这个过客看见了 要求他们立即停船 赶紧快放下围杆 大呼小叫 都在这里给他们出主意之招 这是一个俯瞰图 对 这是我画的一个 是泥画的 我们从空中俯视这个事故现场 就可以看到 这个船上面有一个船工 非常激紧的用一根长杆 顶住这个桥身 使得这个船呢 可以离脚远一点 对 然后呢 给其他的船工呢 云出足够的时间 把那个桅杆放下来 这样子的话呢 船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呢 经过他们的七星协力呢 这个事故呢 我看是可以被平息了 但是呢 这个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们看下一幅 这个桥上面的这个 发生了这个官员真道的情景 这个文官和武官 在桥上面相遇了 互不相让 台轿子的这个里面坐的是 一个是文官 文官 这个武官 你码的呢 在上面 对面 还是是文 然后在这里碰上了 就这么一条窄的道 谁也不让谁 那么这个交通怎么会成这样呢 因为是桥上啊 这个随意 站到经营 摆摊站到 大家看到了 知的这个 是食品摊啊 在那卖了 是吗 有卖食品的 有卖五金的 有卖杂货的 有卖这个其他东西的 从桥头一直到桥中心 都给站满了 那么在北宋呢 这个站到经营 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它的中期一直到后期 每朝都有官员上书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人去管理这些老百姓 他们的生活了 他们怎么办 他们没办法 他们只有到桥上去摆摊 所以狭路相逢了 等于就文官和武官互不相让 好 这是一幅图景 这儿呢 那么 我们刚刚过了一个险情 然后到了这个城门口了 本来我们可以 谢谢气了 你到这一看 你不就会倒抽一口凉气 怎么呢 这个城门口 没有一个士兵和官员在指手 就这个骆驼是意外的 他可以长须植入 可以扬长而去 没有人对他们有任何制止 国家的这个大门就这么敞开 而且看这个城墙 这个城墙是多年师修 杂树重生 所以这个城墙的树能长得这么高 所以他这个城墙的师修啊 已经是有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这是看到一个人在写什么东西 那么这里呢 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进城门的第一家很重要 这里是个税务所 那么 北宋的税务应该是很高的 可以说中国古代税收最高的是北宋 在北宋征税里面最高的是哪一种呢 仿制品 那么这里画的呢 恰恰就是这个运送的仿制品 要进城销售 那么这里就要报税 那么报税的时候呢 这个他们把这个货单啊 交给了税务官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税务官啊 手指的这个麻包啊 对着报这个报官的人呢 说了一个数字 紧接着他身旁的 那个车夫啊 也是运送这个防制品的人呢 你看张大了嘴 那个 啊 是吧 好像在说 这么贵 这么多 引起了周围的这个人的这个围观 耐人寻味的是啊 张哲专在清明山河图眷尾的艺术处理 可谓是别出心裁 他在眷尾这个地方啊 画了有三个情节 一个情节呢 上面一个标牌 写的是赵太成家 那是一个宫里的御医 退休以后啊 在他的御所的门口 开了一个诊所 那么诊所里面呢 有两个妇女抱着孩子在里面 这是来问诊的 他问什么诊呢 门口 有一个广告牌 就说这个店铺啊 是专门治酒商的 可见这两个妇女呢 是因为家里的男人啊 喝醉酒了 到这里来讨药方的 那么 这个情节呢 我给他盖口为呢 是问一 然后在这家 赵太成家的这个隔壁 应该是一个妇户啊 门口呢 有人在指手 有一个进城的老乡啊 手里拿着点心匣子 在向他问路 那么这个情节呢 我给他盖口为呢 是问道 然后在下面 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解 在解这牌的周围呢 有一圈年名相仿 装束差不多的人 围着一个老子 在干什么呢 是在算命 算什么呢 因为清明节之后 在当月的月底 就是开封城每三年一次举行的进士考试 在当时的习俗是考试以前都要算一算命运如何 那么这里呢 我给他盖口为呢 是问命 整个结尾是以这个三问结束的 在这里呢 真实的表现了 这位画家 在描绘了诸多的社会弊病之后 心里面留下的沉重的引诱 就是有没有哪儿你觉得就是 你不能了解画家是怎么像的部分 我也有 各个地方 我想不通的地方 也有 在城门口 有一匹骆驼 要通过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骆驼身上啊 只拖了很少的一点点东西 按理出城了 他应该买卖交易做成了 应该买走一批货物 应该运走啊 怎么骆驼背上几乎是空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可能我阅读的范围还不够 很全心 这些还请教在座的主委 心灵上河图究竟会于何时 画中女子的服饰 能否让我们找到答案 五代和现在一样 女士的服装的这个 更换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清明上河图中 车夫的善布为何会写有草书 这个善布呢 上面写的是大部的草书 它应该是个艺术品吧 怎么会变成善布呢 明清两代绘制的清明上河图 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 最大区别是什么 像明本的清明上河图 这个清明呢 已经不是清明前的清明了 而是社会的清明 通过于晖先生的关于几幅图的 这样的一个讲解 大家是不是突然发现 这幅画好像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一切在貌似繁华的背后 于先生的讲解 我们看到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场景 当时他画这幅画 他想把他的这种 说这个社会已经充满危机了 他要告诉给谁啊 赵德端 他是这个北宋汉林图画院的画家 那么他画这幅画要给谁建言 那么我们就要先考证 这张画画在什么时候 国际这张画的时代 有说是北宋早期 有说是中期 有说是晚期 甚至还说是画在南宋 那么他到底是画在什么时期呢 我们就要找出他这张画创作的具体时间 我们说我们在阅读一件古代的艺术品 一定要跟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 那您考证是画在什么时候 那么我们下面有这个例证 我们就要根据这幅图里面 人物穿的衣冠服饰 来判定这幅画所画的时间 古代也和现在一样 女士的服装的这个更换的频率 有潮流 比较高的 那时候也是这样 那么在北宋的这个丛林年间之前 这个妇女的这个外套 当时叫被子 就长外套 你看这个山西的进尺的一个遗宿 她们的长被子 是一直能够在脚的上 很长 很长 那把脚面给盖住 到了一个世纪末的时候 有一些演绎的戏班子里面 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穿短被子的演员 就这个外套啊 短一些 给改短了 那根据《清明山河图》里面的人物画像 我们判定他是什么年代的 那么他是丛林年间 短的 在膝盖以上 膝盖上 膝盖以上 穿这个短被子了 当时光有一个品证还不够 是吧 这是有富士的 还有别的 我们看这里 这是面什么东西 这是两个车夫 在拉着车 车上面盖着一块扇布 那么我们仔细看 这个扇布呢 上面写的是大字的草书 它应该是个艺术品 怎么会变成扇布呢 这个艺术品 这个草书 这么大一个字符 它应该是 表在 这个屏风上的 而且是一个大屏风 有这样的大屏风 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 甚至都是宫里的 那么 他们写的这 为什么会 落到这种地步 肯定是写这的人 没落了 对 出了问题了 是谁呢 就是苏氏黄庭坚这些旧党 在丛林初年的时候 徽宗下得到朝令 就是要求各家各户 把藏有这些旧党人写的文字 墨迹 统统要反悔 那么很显然 这拉一车的东西 也是跟旧党人的这个文字墨迹 是有关系的 就是也是在丛林初年呢 蔡易经呢 做了一件事 当时的物价开始上涨了 所以呢 要注这个大钱 一个钱呢 抵十个铜板 就抵十文钱 当时呢 叫这个 当时钱 我们看 这个钱呢 都是大个的 一串一串的 都特别的大 小铜钱呢 不会有这么粗 那么用这么大的钱 是在丛林年间开始的 那么 丛林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是 这个宋徽宗啊 下诏书 要求官员 和其他人 对朝政的失误之处 提出批评 所以在 当时呢 就形成了一种 风气 特别在文人当中 形成这种风气 就是呢 这个 对徽宗的执政呢 提出很多的意见 蔡易经 筑那个大钱 也有 这个 剧作家 写剧本 然后呢 甚至到宫里去演 演给孙徽宗看 孙徽宗不生气吗 他还认同这个剧 演的内容 剧中有这么个场景 这个 有个卖豆浆的 一早起来 在那里卖豆浆 刚刚出摊 来了一个买喝豆浆的人 喝了一碗 给了他一个大钱 那就是大口诗钱 这卖豆浆的说 哎呀 我刚开张啊 我没法找你呀 这么这么 你再多喝几碗吧 那么 那个喝豆浆的呢 那就再喝吧 就 喝了五碗 他说 长官呢 对不起 我输在喝不下去了 我就喝这么多了 这蔡想爷 新贵是做当事钱 他要做个当百钱 我可怎么了的 那你张哥哥 画这部画 实际上也起到 这样一个建言的作用 对 他给孙徽宗看到了吗 当然 孙徽宗是看到这幅图的 因为 他是宫廷画家 宫廷画家 所画的这些作品 都必须要得到 皇帝的吃力 那么孙徽宗这个人呢 他是 离心道教的 他在画里面 他喜欢看那种 有吉祥寓意的 象征美好事物的 一看到这些东西呢 他很触眉头 很不舒服 所以呢 对这张画的这个技巧 和表现力 他还是很认可的 他在这个画的前方啊 写了一个 这幅作品的名称 就是写了个提签 应该是清明上和图 五个字 他盖上了双笼印 他把它卷起来 就送给了 向太后的弟弟 向忠惠 他自己 没有保留这个 也没有再提 这幅画 没有再提 那么当然 对张德端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处置 那我们刚才讲到 这幅画 虽然宋惠宗看完之后 对他的内容 没有再做多作评价 卷一卷就送人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 他作为一代著名的画作 流芳千古 一直到今天 而且在 当时这幅画做完之后 在不同的朝代 都有不同的临摹版本出现 这样我们也通过对比 一同来见识一下 这是什么朝大的清明上和图呢 这个是明代后期 苏州地区 绘制的清明上和图 清明节按照最基本的常识 是没有嫁娶活动的 清明节是个什么日子 是个祭祀的日子 和这个上来 就有这个很隆重的 很鲜艳的这个 这个嫁娶的这个场面 那么我们在 丘映版里面的清明上和图呢 看到的是什么呢 很祥可 这个船呢 跟桥 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 船该停他停 该走他走 没有任何的险情 我们再看桥上面 这个虽然也是 熙熙攘攘 但是呢 个性其道 没有任何冲突 我们再看 成门 成门 这个成门 显然不是年久失修了 一切都很 很干净 很利落 很新的样子 像 明本的清明上和图 这个清明呢 已经不是 清明前那个清明了 而是 社会的清明 政治的清明 大家生活得很安逸 这样的话 话出去呢 才能卖得掉 招作单话 清明上的不是为了销售的 而是为了给宋徽宗提个醒 我们的现实社会 有很多的问题 请皇帝 多加盛世 我想知道 这么长 这么细腻的作品 画家花了多少时间 如果他直接在 卷上作画的时间来算的话 最起码要大半年 那么这个之前 他还要提稿子 还要收集素材 那个要花点时间 清明上和图作者张泽端 他的名字 因何而来 又有着何种寓意 明泽端 自尊道 留下了深刻的 儒家思想的印记 张泽端的家乡在哪里 互相的民风 对他的性格 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的故事 在当时是儒家 精学的故乡 张泽端如何成为画家 除了清明上和图 他还有哪些作品流传下来 像是平能图画记里面 诸作《张泽端》两件作品 刚才您给我们讲解的是 清明上和图的一些内容 特别是讲解到了很多 我们所没有看到的 清明上和图背后的故事 那么关于他的作者张泽端 张泽端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他的名字 张泽端 我们能够读到哪些内容 至于张泽端 是个什么样的人 文献材料 几乎没有 唯一留下的 就是在清明上和图 眷尾 经代的张柱 留下的85个字的八文 这85个字非常重要 首先是他的名字 明泽端 自尊道 留下了深刻的 儒家思想的印记 这个名字呢 他取自于 这个儒家的经典著作 孟子 离楼下 有这么一句话 叫 夫引公之他 端人也 其取有 必端矣 朱熹在这个集图里啊 对端字 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说端 正也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 张泽端 他一定出生一个 儒家思想 非常浓厚的家庭 他的故里 就是现在的朱城 离山东的孔子的故里 屈服 是很近的 他的故里 在当时是儒家 经学的故乡 而且这个地方人呢 就是出来 这个到京城赶考的人 很多 张泽端就是其中一个 又读书 游学于京师 后席会试 游学于京师 这个游学 跟我们今天的所谓留学呀 就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游学于京师啊 在当时是有特指的 这个在宋史节就有记载 司马光当时就上纵 国家啊 要用有用的人才 要从京师里面挑 所以这个游学京师干什么呢 他就是学师傅论测 学会了师傅论测干什么呢 就是要准备参加京师考试 要走仕途 对 要走仕途的人 一定要游学于京师 所以当时张泽端呢 我就可以判定了 他能到京师来游学 并且准备考静师 说明他当时已经中了举人了 后来才学习的绘画 那么他学习绘画肯定是什么呢 肯定是这条路没走通 他这个静师没有考上 怎么办呢 就后绘会师 那看来他绘画画得也相当的好 否则不会成为一名宫廷画师 那是因为他先有了相当深厚的 这个文化的基点 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的认识 所以他在画中表现的这种丰富的内容 说实话也体现了张泽端 对社会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性 否则的话 他就画画青山立水 自得其乐而已 他不是这样 清明上河图是张泽端的唯一的作品吗 有没有其他的 根据这个张柱啊 在清明上河图后面的拔文 在这个相似评论图画记里面 注入了张泽端两件作品 一件就是这个清明上河图 还有一件呢 是西湖增标图两件 这个西湖是哪里呢 就是在开封西北角的金明池 也是一个皇家的寓言 在金明池里面干什么呢 就是晒隆重 那么这两个场景 正好构成一个姊妹片 西湖增标图表现的是公属 就是公里的一个习俗 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民属 西湖增标图这一幅作品呢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 元代王正彤的 金明池夺标图里面呢 看到张德兰画这幅图的影子 清明上河图描述的时节 到底是清明还是夏至 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呢 确实看到有很多人啊 所以拿着这个蛋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景象 临摹的是古时开封 还是命有他地 我拿这个城市地图 去跟开封的地图去进行对比 结果一丝一毫也对应了 清明上河图还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我们又该如何品读他 任何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作 每个人对他的理解都会有不同 我想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带 我们再回到这幅画作当中来 刚才也讲了清明这两个字 的确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描绘的是京城当时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清明还是一个比较 天气还比较炸暖海寒的 这样一个节日 那为什么在画当中 有些人拿着扇子 难道天气就变得很热了吗 这扇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比如说张德段的清明上河图呢 他画的季节的确画的是 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清明这一天 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呢 确实看到有很多人啊 手里呢特别是文人啊 当然也有一般的这个老百姓 手里拿着这个扇子 那么这个扇子呢 出现使得很多人呢 一些学者认为这幅图画的是夏季 其实扇子在这里的出现呢 正是当时风俗的一个表现 这个扇子干什么呢 它是叫便面 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干什么呢 我看到前面一个 他不顺眼的人 但是又不想给他打招呼 把他一挡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人骑着马 骑着马 他前面有一个人 手里拿了个扇子 把脸给挡住了 这个骑马的人脸转过去 真要跟他打招呼 旁边你看带着小孩 看到了吗 他就给遮住了 这个骑马的人应该是地位比较高的 你看他出门时候带了两个仆人 步行的人呢 带了一个仆人 可能地位比他要低些 或者正好处在逆境 所以不愿意跟他多啰嗦 我想问的是 画作当中那座大桥 是当时社会真是有的那么一座桥吗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模拟的航拍图 我假设我自己凌空的 翱翔在这个清明上额图的上空 我给他拍下来 那么是这么一个情景 我画这个图 是要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学界有些争论 有说清明上额图画的是具体的一个 某个位置 所以呢我要了印证 是不是如此 画完航拍图之后呢 我把这个航拍图再转换成 这个城市地图 然后我拿这个城市地图 去跟这个宋代和元代 分别绘制的开封的地图 去进行对比 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 是能够对应得上的 结果一丝一毫也对应不上 我们从小学说 描绘的是东京变凉 繁华的街头景象 那感情这是张德顿 进行艺术加工之后的 他想象当中的一个揭示 对 那么它里面画的城门 城门上面有一个标牌 有一个牌匾 这个牌匾上面呢 通常是要写上这个城门的名字的 张德顿呢 就写上了一个门子 前面的点了几点 没有具体的指哪个门 一旦他要说 这画的是哪个具体的门 那么他下面 就是城门的内外 周围的店铺 他都必须居实描绘 否则他就不像了 这么一来呢 张德顿这个绘画创作的 主观能动性就会被扼杀住 他想要画的地方 想要表现那些场景 他就没办法表现了 那么他就突破这个局限 我以这个开封城内外 为他的生活的来源 里面的建筑啊 桥梁啊 街道啊等等 是提起了开封城里面的 各个地方的 街道 桥梁 城墙的 特性 是概括提炼 集中起来的 这样一来 他想画什么 就能画什么 为什么这样呢 他这样 他就可以集中的 把开封城当时出现的一些社会弊病 统统的收罗在 他的这个图里面 嗯 我最喜欢的是 这幅画画的高潮的地方 就是这个画家 在处理船和桥 哎 在之间的这个矛盾 非常的巧妙 画家不能把这张画 画成船和桥 正在相撞的这个情景 是吧 那是太差距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就没有 没有欣赏性了 是吧 画在这个时候呢 让观众感到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 哎 能够心的 能够慢慢放下来 因为怎么样 随着这个桅杆 慢慢的倒下了 观众选着的心 也渐渐的放下了 这个船呢 可以安然的通过 这座红桥 再一个 这个地方是全局的一个矛盾的高峰 在桥上面 还有矛盾 就战道经营的矛盾 还有这个文官和武官征道的矛盾 等等 这些综合矛盾集中在一起 哎 他乱 而不乱 所以很多地方呢 要印字签名上个桌 只能印一小段的话 我看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截取这一步 好 那最后我们请余辉先生 到这个讲台前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 关于这幅画作 关于刚才我们讲的内容 您有什么样的感兴趣的问题 可以直接向余辉先生提问 来 有请 老师教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清明上和图这幅画 也并非展现了他的繁华 梦娜丽莎的微笑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笑什么 就是这些旷世名作 他的魅力就在哪 任何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名作 它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含义 每个人对他的理解 都会有不同 我想 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如果一幅图一目了然 就这个意思 那么 他给后人的启迪 我想是有限的 只有无数人 对同样一件作品 会产生出 无数的 感想 或联想 我想 他的艺术价值 恰恰就在这 我想 很多的千古名画 给后人留下的就是千古谜题 今天 于辉教授的解读 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我们前所不知的清零上河图 我想 这些历史的谜题 就是在不同的人的 不同专家的解读当中 而渐渐明晰起来 让我们更加接近 那个真实的答案 好了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让我们在文明的长河当中 继续探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